巨人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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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人珠在插箱季已經比較熱門的一個成功的一個推薦 第一款是紫泥配斷砂的這麼一款巨人珠 也是非常小巧的容量可能在120-130左右 第二款是2002年台西礦底朝清的這麼一款重砲手的巨人珠 最近的一款推薦是90年代黑掉的這麼一款巨人珠 也是參考了一些明清時或者自殺的一些特征偏重於一些實用 今天這款的話與以前三款的會有一些泥料上的不同 氣形上的不同 也便於給大家做一個參考跟推薦 這款糊它也是我一個朋友從國外回流的一個款 當然這個款也就是非常著名的巨人珠的一個款型系列之一 這款珠泥帶梨皮或者橘皮的效果其實應該是從我看到的糊當中應該從明末 明淡的末期或者清早期就有這種效果 它的泥料的特點原樣也是珠泥的這種梨皮的質感 當時我一沖眼的時候覺得這種梨皮的質感看上去好像會有些粗 但隨著你自己真正泡茶使用的過程當中你會發覺這種質感其實非常有層次非常好看 而且的話珠泥往往都是它的泥心泥門會比較緊 有的時候會有些缺點就是不夠透氣 有這種梨皮質感的珠泥的話透氣性會增強了 或有些就相對用珠泥泡茶的這個範圍會 茶藝會偏更多一點它的視察性會更加寬泛 它的氣型來說它是一個非常有利於我們茶人 就是說能夠把茶泡好的這麼一個氣型 第一個雖然糊比較小 但是這款糊的它的肚腹呢它是比較大的 比較便於茶葉在當中的一個伸展或者翻滾 另外一個呢這個款型大家看到它是一個倒把 呈現的是一種倒把的系列 倒把的話很多茶医師我們都看到了 他們泡茶的時候是兩手一捏 倒把比正把的話好像小糊來說小品來說 比較容易把握跟操作 直流出水非常的順暢非常的快 泡茶有時候也是一種好玩 怎麼說也是一種享受 在我身邊啊 當然有老玩糊的 也有新加入使喚玩糊跟愛茶的人士啊 很多多數一眼就看著會使喚 因為它小巧可愛實用又精幹 這個就是我對巨人豬的 使喚的特點理解之一啊 我們跟茶友在交流的過程當中比較多的一個現象 就是晚上回到家裡 那今天如果說喝茶沒喝呢 又感覺像一件事情沒做一樣 但你用一個大壺泡茶到了晚上了 又非常覺得好像喝不下 包括也會非常浪費茶葉 你從這點考慮的話 你覺得小巧而精緻 能夠把茶泡好 而且不浪費茶葉 也是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周邊的身邊有一些老玩糊的朋友 包括有些台灣朋友 還有一些就是老玩拍賣的 就是玩一些高端糊的 還有現在身邊有一些新加入 使喚愛茶 使喚愛糊的一些90後00後 他們每一個人好像看到這個款型的巨人豬啊 都特別的使喚 而且都非常願意上手就直接來泡一泡 說明這個糊的特點的魅力啊 它以自己器物的這種線條 或者它自身的魅力啊 能夠讓別人使喚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新玩糊的愛糊人士啊 首先我覺得肯定是要這個糊吸引我 這個糊的款型大小 重量 讓我感覺好不好玩 我覺得好玩好看 我才會自己去用一下 所以這個糊的特點是什麼 能夠讓一些老玩糊的新玩糊的 一上手 一上眼就能夠對它有好感 所以也就是我強烈給大家推薦這個巨人豬的一個要點 是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